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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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SV玩樂至Vlog Vlog 第五集 我們現在來到士林 今天我們要利用WIMO 就是構想機車 然後來體驗一下台北的一日遊 那我們主要會去的區域 大概是士林天武兩個地方 那我們剛剛已經去搜尋到 我們這附近有些什麼 WIMO的車輛可以讓我們試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部圖 那因為我們在附近呢 這是士林捷運站 士林捷運站附近有好幾台車 那我目前找到這台車 剛剛已經按下了定車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大概還有 六分四十幾秒的時間 原則上呢你按下定車的時間呢 按下定車的接下來 大概有十分鐘的時間呢 可以讓你步行走到你的城市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進行囉 走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走過去囉 我們剛剛呢經過了一個找射的行動 在路上碰到了河棉屋 肚子有點餓 其實不太知道這家店到底好不好吃 所以我們Google了一下 發現其實欸評價還不差喔 是不是要來試試看 而且它很狂的 它在店門口就卸上人份 今天我今天限定 只限定五十人份而已耶 好像有好吃的樣子 我們趕快來為大家試試看看囉 那這家店呢 它其實最標榜的是 日本拉麵 一個很堪 又一個麵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它的文件上面 它有說出餐之後請進官用餐 不要滑手機 然後再來呢它整個是 呃呈現日本昭和時代 最傳統古早味的拉麵 那沒有花鈔的擺盤 它也是單純的美味 所以這家店呢 其實也是相當我態度的 那我們馬上 等了麻煩多久之後呢 în我面前呈現到這一碗拉麵 它是屬於 蘭麥芝西頓補 也就是稍微帶有一點 辛辣口味的一個拉麵 价钱是260块 那这个地方呢也蛮特别的 就是它是免服务费 然后它可以免费加两次的面 不限次数可以加高汤 有叉烧还有糖心蛋 还有相关的一些配料 那为了避免大家等太久了 我们还是赶快来试试看看 我觉得它的拉面的口感是软硬适中带有一点嚼劲 Q度是很够的 那我们来喝一口汤 很适合 就是一个辣度适中的一个状况是 就是蛮开胃的 尤其是在天气这么热的气泡下 我觉得它的料也相当实在 你喜欢吃拉面的话 欢迎来这边走走 嗯 蛮烫的哦 我还是给它馅煮出来的 吃了 这个小海饼 会做的 这边要吃 闻过这个 没有那么好吃的 吃了吗 这样 这个味道可以啊 麻辣 麻辣 好吃 要一点点酱汁 用吃了 这边跟鰍鱼 酵到酪的是 还可以 蘸墙 放多一点 冰淋 放多一点 来 呵呵 为什么 我們現在在這邊 然後我們要去小北街找到這台車 因為我們剛剛太貪吃了 所以先去吃了個麵 之後出來啊我們本來要坐的車當然沒有啦 當然被人家騎走啦 我們只要換下一台車囉 訂車好了 10分鐘趕快去 我們很快的走到下一台車了 這台車的電量是58% 可其距離是26.1公里 訂車 好 確認了 然後呢我們要走到這裡來 走到這裡來 然後呢 機車燈閃爍中 我以為是他租車 請不要交你的手機放入車廂內 然後還車的時候要在 有附天 合法的停車格內 那如何啟動 啟動機車 同時握出煞車 拉桿跟按下黃色扭 等待儀表板 晚上00變成0 就是發動車 要先啟動 要按啟動 然後出現了就會開始出現這樣 打開車廂 看到嗎 打開車廂 打開車廂 然後裡面呢是兩個安全帽 有一個全罩式的 然後也有一個半罩式的 然後也有一個半罩式的 另外呢還有這個就是 一個小袋子裡面放著 一樣有這個 衛生的安全帽的套子 那這時候呢你要小心 不要忘記 就把手機放進你的車廂了 到時候就慘了 嘿嘿 把手機放進去 馬上帶起來 好酵喔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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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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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楊小排 德式豬腳這些 當然我們其實最喜歡吃的就是它的甜點 待會我們會帶大家去看一下它的甜點是什麼 我們最喜歡吃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買到囉 吃吃看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我們今天呢 不算大吃採購 只買我們現在想要吃的東西 這個是蘭姆泡芙 蘭姆泡芙 然後呢 再來是非常招牌的起司蛋糕一片 然後還有呢 這個也非常招牌的 叫做起司蛋糕 那我們今天只有我們兩個人而已 吃不太多 所以我就買了三片而已 但它真的很好吃喔 那這樣呢 這邊 那個 我們的WIMO呢 一樣有是一個機車掛鉤 也是方便大家可以掛東西的 好馬上要前進 好馬上要前進 怪勾 好馬上要快 好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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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3站 好的 第3站 我們來到了遠東搜狗 其實來到這邊是覺得稍微有點累了 然後呢 也蠻想購物的 所以就來到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那因為這個地方其實 平常來這邊有樹蔭底下很舒服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試吃一下 我們都可以吃吃看 這是我們的藍綠豪 馬上來試吃看 你看看喔 你看你看 裡面有很豐富的藍綠線耶 而且它的奶油很清爽不膩 加上藍綠有很香甜的口感 我覺得很不錯 有一點給攝影師 搭配一下這個茶 就是越來越有這個悠閒的感覺 好囉 那就先這樣 待會下一站見 好 我們現在即將進行還車的動作 首先我們需要將車輛 停在一個合法的停車格內 現在呢 你看的這個地方 就是合法的停車格 好 我們開啟我們的車廂之後 要將我們東西都放進去 歸還 安全帽 然後呢 再來我們把它扣上 好 到剛剛已經熄火了 我們現在就要進行還車的動作 還會提醒你說 還車的時候 是不是你聽到會發給車格內 安全帽有沒有 放回去 然後個人物品是否有進出 是的 還車 在這 好 都是已經上船 好 都是已經上船 我們今天呢 總共騎了 98分鐘 10.1公里 都會2.45 所以其實呢 單就如果是以方案來說的話 我們其實 選擇那個3個小時之內 無限時速 它其實是比較重要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是 可以與一般體驗的部分來做測試 所以我們今天的測試 就到此告一段落囉 好 那我們還車之後呢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位置 我們現在在這邊 好 附近呢還是有其實 其他的那些藍色點點 就是附近的那個 附近的WIMO可以做 租借使用的車子 好 好的 如果你呢 在天母商圈附近 玩玩走走 最後在天母SOGO 遠東SOGO 那地方停車的話呢 也建議你可以來 直山站附近走走 這附近有蠻多停車格的 你也可以在這邊 停車相當方便 可以直接就還車囉 那我們今天的體育宴 一日遊到此結束 順利的公圈 嗨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看這邊或看這邊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關注我們的粉絲團 要按讚喔 訂閱訂閱訂閱 謝謝